说昨天中午12点多在沈阳市沈北新区沈北路的大河人河街路口 一辆转弯的越野车呀和一辆直行的货车装在一起了 我们说转弯应该让直行 这个道理开车的朋友都知道 可是越野车驾驶人却说啊 其实不是没让也让了 但是让了第一个没让第二个 在现场记者看到一辆红色货车停在路口中间 保险杠破损 不远处停着一辆越野车 越野车又前侧破损严重 气囊弹出 既然一个直行一个左转 左转的理应必让直行的 那为啥还会撞在一起呢 原来当时被撞的这辆货车的左侧 还有一辆货车 俩货车并排通过路口 对象车道准备左转弯的越野车驾驶人视线被挡 在躲过了第一辆货车之后 就踩了脚油门 结果就撞上了 好在当时俩车速度都不太快 车上的人都没受伤 交警赶到现场了解情况后 判定越野车负事故的全部责任